爱的选择 等你来选择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爱的选择 我是主持人孙霞 接下来掌声 欢迎我们的情感导师瑞来 嗨 大家好 爱情就像沙滩上的贝壳 不要剪得最大的 也不要剪得最漂亮的 而是要剪自己最喜欢的 爱的选择 选择爱 我是您的朋友瑞来 掌声欢迎小姑娘文文 大家好 长久的婚姻 源自相互尊重 疼爱和相互理解 我依然是绞尽脑中为你促成 美好渊源的小红娘文文 传欢迎秘试里的四位女嘉宾 一号女嘉宾你好 大家好 爱情有你就是甜的 我来自沈阳 我叫严厉清 欢迎二号女嘉宾 女人如花 男人如水 我希望浇灌我的那个人 早点出现 大家好 我是来自沈阳的张璐 三号女嘉宾你好 我想要一个精彩的晚年 你会陪着我精彩吗 我是来自福星的刘翠祥 欢迎四号女嘉宾 火辣脾气不是我的性格 我是温柔似水的小女人 我是四号女嘉宾宋言辰 来自沈阳 好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 这位男嘉宾 是一个非常自信的男士 而且也是对自己的未来 充满憧憬的一个人 原来掌声有请 来自于马导之都的 福星的好男人 掌声有请 能够牵手成功 您是公务员 对 平时着装是有要求的 必须是西装上班是吗 一般是开会时候需要 开会时候必须穿得利利正正的 这正装 那有没有就养成一种习惯 平时穿衣服也得板正的 对 对 从外表上看 第一感觉还可以 长得就挺有那个劲儿的 然后还挺年轻 按照年龄我是可以叫他叔叔 但他上来之后我不敢叫 他太年轻了 但他实际上已经59了 太不像了 我主要是他心态特别好 医疗困难也好 或者无论什么事 我都是能够以好的心态去面对 就微微一笑绝对不哭 不哭 不哭 是吧 而且人家工作是 天天是见喜 见乐呵的 是发结婚证的 是不是 发结婚证的 这种做 这不就是什么抬头见喜吗 抬头见喜 你看这喜庆的脸 是 低头见喜 扣褶时候的低头 来 同学的 是吧 对 来 让我们叔叔 咱爱的选择见着喜事 来吧 接着别老给别人扣褶了 争许给自己扣个褶 好不好 好 来吧 接着来 咱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男嘉宾 19589号男嘉宾刘恩东 59岁 复兴人 离异 公园在职 子女未独立 有住房 人生是一匹马 轻快而健壮的马 人要像骑手那样 大胆而细心地驾驭他 刘大哥就是一个好骑手 大家好 我叫刘恩东 来自马脑之都 复兴 在别人的眼中 刘大哥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的同事和朋友 都说我的特别阳光 对生活充满憧憬和浪漫 因为自己热爱生活 所以刘大哥也希望把这份热爱传递给每一个人 我的工作呢 是跟人打交道的 经常也能见到人们的幸福 所以说我也特别憧憬我自己的幸福 我将在2024年底面就退休了 我对未来的规划事 我要犹遍祖国的大好河山 没有去过的地方都要去看一看 刘大哥在复兴有一处房子 虽然房子不大 但刘大哥说了 房子无论大小 只要和另一半在一起 一定会很温馨 除了喜欢旅游 刘大哥的身体那是相当的棒 因为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生活还很规律 每天都要去游泳 有一个好的身体 才能有一个更好的晚年生活 两人三餐四季 生活就是这样的岁月静好 这也是刘大哥对于爱情的向往 我的生活就差一个你 爱的选择我来了 我就想找到这样的 稍稍胖一些 接下来咱们连线秘书女嘉宾 看看女嘉宾对男嘉宾第一印象如何 你好 女嘉宾你好 男嘉宾你好 你好 对你印象非常好 谢谢 看你那个无论是外在气质素质 都非常好 谢谢你 我也喜欢运动 爱旅游 爱看书 好嘞 好 谢谢你 二号女嘉宾你好 男嘉宾你好 对这男嘉宾印象怎样啊 挺好的啊 觉得他长得挺有派头的 二号女嘉宾觉得男嘉宾是属于那种性格开朗型的 还是比较严肃型的 我觉得有点严肃 他那个气质 就是严肃的气质 气吵 你觉得他把这西服脱了会好一些吗 是 那脱了看看呗 试一下 他觉得严肃 这身西服太严肃了啊 穿那个白了行不行啊 嗯 这回好多了 好 好 谢谢 来吧 三号女嘉宾你好 我想问问你 你说你喜欢浪漫 你是怎么浪漫呢 你假装你现在有一个相处的对象了 你怎么给他制造浪漫 我听一听 驾车 去旅游 往哪 开 往那个山上了 往山上了 往那个 你往山上去 不要盒里就行 不会 不是 我说的意思 你要往哪里去 哦 就是那个风景秀丽的地方 哦 就是往远了开 哦 往远了开 对啊 云南啊 都可以 四川啊 可以 就是远程的自驾 哦 对 三号女嘉宾你觉得一个人开车 一个人坐在副驾驶 是旅游去 就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是吗 对 但我给你讲 时间长就不那样了 一般情况下 我老公开车我坐旁边 你嫌啥呢呀 你慢点开 对对对 红灯了挺爽的干啥 很真实 男嘉宾好 你好 主持人好 我是四号女嘉宾 我就想问问男嘉宾 你对你现在再找另一半 有什么要求没有 我的要求 反正从工作单位呢 我是希望找一个机关事业单位的 收入都差不多 要是做生意也挣不少呢 我不懂做生意我也不会 我不是事业单位退休 但是我养我自己是没有问题的 人家 我现在不是养你自己的问题 反正我说的可能也不一定都对 我就觉得说 这机关事业单位的收入都差不多 也没有说比个高低啥的 他为了寻求一个心理平衡 我开这些你也开那些 我这人嘛 就是不愿意生气 就怕女同事欺负我 男嘉宾 就看你的体型 我们也不怎么想欺负你 好可爱啊 来 谢谢 男嘉宾 那你退休能开多少钱呢 估计是六千以上吧 六千以上 那我比你爹低不了多少 那都不是绝对的 好 谢谢四号 男嘉宾已经表达这个意思了 就是最好咱们的收入都平衡 是最好的 好的 非常感谢密室里的四位女嘉宾 她不是那个事业单位的 或者是整个政府机关的 她主要是跟她的钱 上下差不多少的 就是甚至是平等的 就要退休六千往上 六千往上就很难多 她一不给你花 这啥用啊 刚才男嘉宾一上来 就你的这个非常严谨的这个感觉 是非常非常受女士欢迎的 所以我觉得一号姐姐 一开始就说 哪哪都喜欢你 表白的是最明晰的一个了 是 外在喜欢 内在喜欢 哪哪看都好 就像我一开始所说的那样 爱情就像捡贝壳一样 不捡最大的 不捡最漂亮的一定要捡自己最喜欢的 所以我觉得一号姐姐对你的热情度最高 叔叔啊 我就记得你刚才说了一句话 你说你心态特别好 所以你特别年轻 那今天文文推荐 就奔着心态去帮你推荐 一定要找热情活泼开朗 非常热爱生活 有生活激情的这样的女嘉宾 好好好 那说白了 首推的是二号 她特别要强 平时还自己做了很多兼职的工作 首要的工作是做会计 而且是完全独立了 自己年龄呢 还跟你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相差 她想找比自己大一点的 长得好好看 像小女孩一样 所以我觉得她特别有活力 而且跟你也比较大 男嘉宾最终你会选择几号女嘉宾 好 那么最终男嘉宾会选择几号 我发现咱们女嘉宾的这个眼睛放光芒 是因为男嘉宾吗 对男士的外表有要求吗 就比如说她的穿衣打扮 着装 还有什么头发之类的外貌 挺好的 干净地正 我就不注重男人的外表 对于男嘉宾的情感过往 女嘉宾心有顾虑 男嘉宾您和前妻有联系吗 有联系 就是有点接受不了 傻人吃饭也不行啊 就是有孩子嘛 他就说那个中间有那个牵扯你就 吃到有没有带有啥 带有啥 他要能把他父母围弄到一个桌上吃饭 他就有他的想法 知道不 一来二去了就该联系上 不要走开 爱的选择马上回来 好鞋经得起考验 足一输健步鞋 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 防滑抓地技术制造 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 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 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 看皮鞋一下子就滑下去了 布鞋也一滑到底 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 在玻璃上稳稳当当 防滑效果看得见 高档健步鞋有多轻 看还不到两个鸡蛋中 再来看舒适度 鞋面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 随意扭曲随意遮叠 不变形不断变 随脚自动适应 不勒脚不割脚不磨脚不勒脚 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 烟雾通过鞋子直接冒出来 天气再热也不怕五脚闷脚 高档健步鞋后气看得见 正终承诺高档健步鞋 质量为您把关 穿上健步鞋 仰脚更护脚 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 就由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 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 觉得不好穿 不喜欢 或者不像电视体说的那么好 一个电话 全额退货退款 同时 我们提供超强保障 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 直接换新鞋 现在打电话申领 不用有任何顾虑 电视先前的叔叔阿姨请入议 好消息 好消息 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 开始了 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 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 您听好的 不是一双 是四双 对 您没有听错 99元四双 比普通步鞋更实惠 比定制鞋子更洋小 还有惊喜 还有惊喜 现在立刻拨打电话 更有神秘大力带给您 互动银河 仅限60平 先到先得 高档健步鞋 安全好鞋 干省关节 马上拨打电话 申领吧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鸡切液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门之 可弹喘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黄金油浇完 爱选择等你来选择 你会选择男嘉宾 最终你会选择几号女嘉宾 先选择一号吧 一号女嘉宾 接下来掌声有请 大家好 我来自辽宁沈阳 我叫闫丽清 今年58岁 希望来到这个舞台 能找一个自信的爱人 好了 男嘉宾好 允许女嘉宾的颜值 进行一下评论 那个99分 99分 我还没让你答分 你不得形容一下 长得是碧月羞花 沉鱼落雁 是不 长得对 按说得挺有气质 挺安静的 气质非常的好 有一定的气场 我发现咱们女嘉宾的 这个眼睛放光芒 是因为男嘉宾吗 这皮肤这么白 粉白粉白的 这一顿小酒窝 这简直太迷人了 她现在能这么美 跟她做的职业有关系哦 哦 怪不得呢 这女的经历挺丰富 她也当过医生 这女的挺干净立正 气质啥的 一瞅的挺好 对 我挺喜欢这女的 气力之强 你对男士的外表 有要求吗 就比如说她的穿衣打扮 着装 还有什么头发之类的 外貌 挺好的 干净立正 她这个很合格是吧 是 我就不注重男人的外表 她需要护一下敷吗 就不知道挺好 男士这样的人 拉个涮眼皮 不需要了 以后的 所以说有没有诚意 就看你个人家 消费多少钱了 这两个 首先你想动动哪 我觉得我都很完美了 好美吧 让她给你修修美 修一修 近距离就能接触上了 来吧 接下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女嘉宾 21226号 女嘉宾 严丽清 58岁 沈阳人 离异 医生退休 儿子已婚 有住房 爱情不是一时兴起 而是决定在一起 也一生不分开 大家好 我叫严丽清 今年58岁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严大姐的爱好广泛 除了唱歌和旅游 她最大的爱好 就是看书了 我喜欢看书 好的儿媳妇 都是夸出来的 在别人眼中 严大姐是个非常顾家的人 我很会照顾人 如果我们牵手了 我会好好的照顾你 严大姐说 她原来是妇产科医生 后来自己又开了个美容院 我开过美容院 那时我很挣钱 在经济方面我很独立 严大姐希望的爱情和生活 是丰富多彩的 她要和另一半 一起去书上看过的那些景点旅游 共同感受美好生活 我觉得可能在这个世界上 最难处理的就是婆媳之间 就是如果能把这件事解决明白了 可能你跟其他人的接触 就会更加游刃有余了 是这意思吗 是这样 先攻克最难的一道管 我觉得女嘉宾 特别特别地有内秀 她看的书都是与众不同的 好像都是有先进之明 我一定要把这件研究明白 将来我的婚姻 什么关系都在她的掌控之下 还有一个 您在当地出了名的一件事 男嘉宾要跟你讲 就是她在担任 妇产科医生那段时间 有一件事情确实是挺轰动的 那个时候妇产科有一个婴儿 到了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 甚至危及到生命了 当时所有人都束手无策 认为可能没有救了 但是我们女嘉宾坚持营救 直到最后孩子被救过来 这个孩子现在已经15岁 一直跟我们女嘉宾保持联系 都非常对她感激 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 有爱心的女人 简直是您后半生的幸福 对不对 一会儿了解一下 其实能看出来 这女嘉宾是一个有信念的人 所以说她才能够 就是对这个孩子不离不弃 一直坚持到最后 把她挽救过来 是吧 所以对待婚姻 你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吧 是这样 她俩挺门配 各头呢 各性格 性格我觉得也挺好 性格也挺好 对女的性格也挺好 对男的性格也挺好 她俩挺好 好 那二位见面之后 真的互相看谁都挺顺眼 都是喜笑颜开的 打个分吧 这回真大分了 真大分 就综合分数 99分 你家听给男嘉宾哪个分数 彼此 彼此都是99 是 常常9999 来吧 接着想让我们 咱们作为来慢慢聊 来 她要求的是政府什么退休了 或者是工资达到四六千多 我达到不到 我就挣两千两千块钱 所以说我就给她打90分 你签问吧 想了解呗 就像我们再混这个 正在一起 就是说所发生的矛盾 你说尽什么呢 主要是用钱呗 实在 是这样 那假如说要是我想买这个东西 就是贵重的 就是说超过就是这么说 几万块钱的东西 应该怎么样就是处理这个问题呢 商量一下吧 就是说把自己想买这个东西 是做什么东西 看看家庭需要不需要 如果需要的话呢 你就可以买了 我得问一个问题 假如说就是在生活当中 就是说我们彼此就是说 就是在经济上 而生活上 应该怎么样就是说 能够达到就是付分线 我说点实在话 就是 这个我是正考虑的 都说那个要求男的要一心一意 我觉得女的应该一心一意 就是说的 现在我听说银行 有个叫共同账户 就是把你的工资收入啊 假如说的和我的工资收入 都放到一起 都可以资许 那么呢就是说 俩人都放心了 不是说的 那我就得管你的工资质 或者说的 我管你的工资质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因为这个爱的选择的节目呢 我看很多 用钱啥的 达成功是一字 但我觉得说两个人 如果说真是一心 你一直想过日子 那么就把工资呢 放到一起 需要有大的支出的时候呢 互相商量 没有小的支出 比方说你想 买个什么龙虾啥的 那你就直接就支出 也不用说了 是不是 就是这样 这就是一个男人担当 他就没有 没有 他就说 对吗 这不就是那个 二婚的表现吗 这不就是 不符合 你要是跟那个原配的话 他就没有这种谢谢 他说对不对 我本来我合计 你看我也不要你房子 我不要你地 我不要你钱 我也不要财力 你说一块生活 你多存在点 我少存在点 这个在他这就 就行不通了 其实啊 在我们就是在婚嘛 就是发生的 基本都是在经济上 对 还有孩子上 一号女嘉宾 您在经济上 遇到会这样的事吗 我家顾客多呀 经常对这些量 就是都是隐着这个 在一起了 32年 578年 都是隐着 后来就是不慌而善 那你最怕 哪种情况出现 最怕就是分眼 然后呢 还有一个 再浮婚 就是说你看离异的吧 他就有时候 觉得也还得浮婚好啊 怎么原配的好啊 就怕这个 其实我们这年龄 就是找一个吧 就是长长久久的 然后白头到老的 没有什么就是隔阂 互相陪伴 想是这样 你就不愿意说 在一起了吧 又分开了 互相伤害 这样啊 可能有很多人呢 对离异和这个 丧偶还是有条件的 比如说我首选 要找丧偶的 可能就是怕后边 一些感情歌手不明白 是吧 是的 这样咱先了解一下 男嘉宾的感情经历 让你独自面对一些事情 一定有他的道理 不管怎样 我们总要坦然接受 微笑前行 我的婚姻呢 是经过别人介绍的 我俩第二三年就结婚了 婚后俩人过了一段 幸福的日子 可没想到的是 在婚后第三年 这个幸福的家庭 突然遇到了变故 可是不幸的是呢 在94年 他患了白血病 经过了六年的治疗 在99年 5月20号 他就离开了我 当时我人都蒙了 刘大哥因为爱人的去世 一度悲伤地不等自拔 在亲人朋友的帮助下 走出了痛苦 并再次遇到了自己的真爱 我这第二段婚姻呢 我第一 妻子也特别好 学历也高 是研究生学历 对我儿子也特别好 我也非常欣慰 刘大哥觉得很幸福 一案子发誓 要和第二任妻子 白头到了 可没想到的是 上天再一次和他 开了个玩笑 在此之后 刘大哥也不断地反思自己 并把全部的精力 都用在了培养孩子身上 也正是在孩子们的陪伴下 他逐渐走出了情感的低谷 并决心寻找新的幸福 男嘉宾是经历了两段婚姻 第一段呢 可能就是因为一些意外 第二段呢 又是一个意外 对 这个你女嘉宾问得真挺对 上来就问你经济这事 没想到你第二段婚姻 就是经济上出现问题了 对对对 那个反正怎么说呢 男人吧 就是好像从想干点事 来证明自己 但是没啥想 就是说对 什么事情不都有风险吗 那么我就遇到风险 主啊 不得不说 九几年那十几万 相当于现在可以成十倍了 那十几万在当年 也是很大的一笔数目啊 对 人家生气 我觉得挺能理解啊 您当时就是打算 投这个钱的时候 您是先考虑到 如果跟他商量 他是会不同意的 对 那对 如果说我跟他结婚之前 我就不知道他有这笔钱了 他用他自己的钱去投资 他失败了 跟我也没有什么太大关 我就知道了 我顶多去安慰安慰他 或者怎么样 但是如果说是我们两个人 共同 我们婚后 然后共同 他不经过我同意拿去投资 然后失败了 那我肯定要跟他生气了 第二段婚姻 之所以没走下去 责任是在我 不在人家 两位啊 男嘉宾 如果真的是对方 就不允许你投资 你会放下吗 现在形势是挺恨复的 那您是属于有点小倔皮疙那种 对 对 就不服叔 就不服 内叔也是年轻气盛 对 但你说究竟年叔叔才多大呀 你说男人没有点充劲 也不是那么回事 只不过就失败了呗 我觉得你也不能说全是你责任 都有一些责任 你可能责任大一点 我觉得叔叔这一点 其实还是闪光点 知道往前冲 为家拼搏吗 男人嘛 干事 他就是真正要是干事 我觉得失败 是不算什么事吧 不得天啊 现在偷摸被子你把房子卖了 不死了 失败了 能接受过 不可能 马上有可能了 我们说的不是他在干事儿去了 是偷摸拿钱 偷摸 他应该跟我上来一下 你是必须要求对方跟你上来的 但是你会全力支持 对 我能支持 冷静分析 然后去跟他去考察一下 看可以不可以 如果说他跟我勇敢地解释 或者是把这个都说清楚 或者是哄一哄或者怎么样 那我还行就原谅他了 对吧 如果说他要是 我就爱家打地 你就怎么 那不就一计划就离了吗 对啊 所以可赞同二号 组织还没说这些 这看他的太多了 要是确实能挣钱的事儿呢 那就伤了我 是吧 如果实在不行呢 咱还是游遍祖国大村就好 那你家会有一个原则吗 就是最后都听媳妇的 这个就是说 这共同商量本 完了如果是小事儿呢 都听媳妇的 要大事儿还得听我 因为你财务上 往往是感情的前提 如果你在财务上 分心眼的时候 往往是感情上 已经出现了问题了 所以这个时候 背着谁去做一些 大额的投资 或者说是有一些 私下里的一些其他的交易 我觉得这对对方 都是一种不忠诚 而且我觉得这种行为 在二次婚姻里边 更会被放大 有的人说 你就是跟我分心眼的 不可原谅 过不了这两人 对 你家民特别害怕 离异之后啊 后续的感情 割舍不明白 最后又复婚了之类的 您看你二次婚姻 没有感情上的问题 就是这钱的问题 你没有想过 跟对方复合吗 没有 他后来也遇到 一个合适的 可能是未成吧 完了我这心里 也挺有借地 就是说的 既然说的 你能选择别人 那么你还接着 去选择别人 我弟朋友上的 夫妇那都挺多 现在感觉听他说 是不会 但以后我不知道 男嘉宾 您和前妻有联系吗 有联系 你们会有单独 吃饭的机会吗 就是我姑娘不要走 杨小姐那天 把我们中午在一起吃这饭 孩子不在 您没有单独吃饭 没有 那肯定没有这种联系的 是吧 没有 有点接受不了 大人吃饭也不行 就是有孩子嘛 他就中间有牵扯 你就 我理解不了 我等理解 因为有孩子 因为这是孩子的要求 那你说孩子 多可怜呢 孩子 孩子那大了 都毕业了 他啥事他不懂啊 我也不理解 反正我能接受 但不要经常这样 那男嘉宾 您现在是单身 如果你真的处女朋友了 您这个吃饭 这个环节应该怎么处理 那就是跟孩子 在一起吃饭嘛 就是说这孩子 告诉他妈你别来了 对 那你就 真的行不 带你不带他 不是 但是如果孩子要求 那爸爸妈妈 咱们仨吃口饭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应该能理解的吧 你咋办呢 女嘉宾 那心里不得劲呗 不得劲 不舒服 男嘉宾咋处理完了 遇着这个底线了 我觉得说 你还能接受 你们想 这是现代社会的 是不是 跟过去的不一样 吃饭能代表啥呢 代表啥 他既然他要全论 他要能把他父母 围络到一个桌上吃饭 他就有他的想法 知道不 一来二去的就该 对 就该联想 你看 如果要是初婚的家庭 可能就不会遇到 类似这样的问题 是吧 这是因为有再婚的家庭 他肯定会有之前亲人 孩子这样的一种牵绊 但是这个时候 其实姐姐 你刚才说 我同意你一半 你知道吗 你前面都显得 非常的大度 因为有孩子嘛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如果要是真的 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 男嘉宾 你要是真的已经有 另外一个人 在你身边存在着 这些情况下 这样的情况 和前妻在一起 尽量是 有一定的避免的时候 咱尽量地避免 这是首先 但是作为女性来讲 我觉得如果能够孩子 内心地有一种健康的成长 给她 以她的作为前提的话 作为女性 咱也可以后退一步 是不是 我希望假如说 有这种情况发生 就告诉我今天干什么 干什么 对 不要就是 阴蛮 阴蛮情况 然后让我发现 我会不舒服的 完了人心里不舒服了 你晚上回去 你咋办呢 就耐心解释呗 因为我 还解释啥 那就无条件哄了呗 是不是各种 我给你开个头 媳妇啊 你咋不明白 我心里爱的肯定是你 我最爱的是你 我瞅我前妻 我都没有感觉 我为了孩子嘛 那都没有用 这都没用 背儿背儿 再不生气了 就过去了吗 行不再哄啊 会吗 那个能理解 能理解是吧 我不希望他俩 就是有过多的接触 正当的往来是可以的 但是不要有过多的接触 比如说他俩要孩子 那孩子正当接触 孩子或者 孩子的事 沟通交流 学习什么 这都可以 但是我不希望 他俩有过多的往来 像没事出去吃个饭了 啥啥的 或者经常 晚上通电话了 啥这样的 我接受不了 有一个事在这 我必须要说一下 我们男嘉宾 上爱的选择之前 就跟我们分享 他说他非常愿意找一个 不是复兴本地的 因为觉得在复兴那个地方 可能会有一些 跟之前前妻的牵扯 他希望如果有一个人 是外地的 他可以跟他 就是没有任何的干扰的 过二人世界 而且以后过的日子 就是牵着手去旅游 不会牵着更多家里的 琐碎事情 我觉得他这个决心 你还不放心吗 好 可以理解 善解仁义的女嘉宾 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情感 你发现第二个丈夫 跟你藏心眼 她不负担家里的开销 几乎婚后的 所有的开销 都是您在承担 是 确实这人在各方面 外交 就是办事能力 就是都行 但是他就是 所有共同都有孩子 就是老是留心眼 后来的时候 有几笔大钱 他连告诉我都没告诉我 你刚才说有几笔大钱 他给了他之前的那个孩子是吧 那他动用的是 你们两个人后证的 对 对 那不是小钱 好几百万 你这不找了个免费的翻票吗 那干啥 我为啥要给你打翻票啊 不要走开 爱的选择 稍后精彩继续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 成年老油脑屋 屋子袖子 是不是不易打扫 费时费地又伤手 依然打扫不彻底 快用全新升级版的 草本会引油屋镜 固化的油垢屋子 一喷法解 一擦即净 看 中油屋 一喷一擦 没了 油腻地脏洗洗 一喷一擦 光亮如新 就连天军火鸟的黑锅底 一喷一擦 没了 这么严重的水字还购 一喷一出 也干干净净 免费 免费 草本会引油屋镜 免费试用开始了 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 免费试用 你用完了 见底了 说不满意 我们免费给您退 给您的是15瓶 您只用退13瓶 打开的免费送给您 现在订购超纸5瓶装 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 等等 还没完 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 还能免费再点5瓶 加两步加价 15瓶只要99元 只要99元 15大瓶 全部带回家 这个草本会引油屋镜 确确实实的好 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 免费试用2瓶 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 买回来才发现 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您看这厨房油烟机 煤气罩 卫生间的这个马桶 地漏喷到哪呢 是干净到哪啊 家里的真皮沙发 这是我的包包 保养一次 可得花好几百啊 这一喷一擦 跟新的一样啊 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 一喷一擦 那是白白净净的 这地板上 要是沾上这甜的油啊 踩来踩去的 沾到地上啊 哪都是 特别特别的不好脱 现在喷上一点 脱一遍就干干净净的 不仅这地上也不会黏了 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 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 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 可以打开任意两瓶 来使用来体验 没两把刷子 人家还真不敢 给你这个承诺 有了草本慧影油污精啊 不管是油够污够 黏的结成块的 藏在边边缝缝里的 只要喷一喷 冲一冲擦一擦 都可以 干干净净 效果让你看得见 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 陈年老购油污 水字锈字 就用草本慧影油污精 一盆法解 一擦即净 省时省地不伤手 全力升级 全心配方 三倍快速去油 具油率99.9% 柠檬清香 不自比 更健康 免费 免费 草本慧影油污精 免费试用开始了 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 免费试用 你用完了 见底了 说不满意 我们免费给您退 给您的是15瓶 您只用退13瓶 打开的 免费送给您 现在订购超纸5瓶装 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 等等 还没完 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 还能免费再点5瓶 价量不加价 15瓶 只要99元 只要99元 15大瓶 全部带回家 如果你发现 买贵的 退 如果没效果 退 这就是我们的信金 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赶紧打电话 订购吧 接下来在通话总团 聊解一下 你嘉宾的感情经历 爱情本应该是 件快乐的事情 爱人本来是一个 信任的伴侣 假如婚姻沦落成 一件勾心斗角的事 亦或是犯错 与抓错的战争 那么爱情 还有什么意义呢 怀着对爱情的憧憬 他们步入了婚宴的殿堂 婚后 丈夫对自己 无微不至的关心 让她觉得 自己没有嫁错人 她对我非常好 什么活也不用管 在生活上也非常照顾我 可天佑不测风云 丈夫在一次车祸中 永远离开了她 这让她悲痛不已 时隔七年之后 她又遇到了第二任丈夫 她非常有头脑 也干公事 后来我们就结婚了 本以为这次可以和丈夫 携手奔向爱情的终点 可命运再一次 跟她开了个玩笑 她和前妻经常联系 让我碰上几次 后来我们就分开了 无奈之下 严大姐只好选择了 结束这段婚姻 如今经过了13年的沉淀 她准备再一次 向幸福出发 今天来到这里 希望能牵手 你会是那个人吗 第二任人的就是 正常过自尔的这个 和自己前妻就复合了 是这样 这里头还有一个小插曲 我觉得一号女嘉宾 绝对不是那么不大度的人 仅仅是因为这点小事 你发现第二任丈夫 跟你藏心眼 她不负担家里的开销 几乎婚后的所有的开销 都是您在承担 交结婚了你钱 对不你就应该交加一步 你不吃不喝啊 对不你承担一部分的 你没有多你还能炒少 承担点 人家不找了个免费的翻票吗 那刚还我 为啥又给你当翻票啊 第二任丈夫 是您自由恋爱找的了 不是 是那个我的好朋友 三个好朋友 就介绍这一个人 就说这人怎么怎么的 确实这人在各方面 外交就是 办事能力就是都行 但是他就是 所有共同都有孩子嘛 就老是留心眼 也就是说 在家庭生活当中 你把钱拿起来的 他把钱拿哪去了 就给儿子又干这个买车 又买房子的 他跟你说吗 没有 说过 但是后来的时候 心里就不舒服嘛 不舒服他也能接受 因为都有孩子 我也理解 我也有 他也是男孩 我也是男孩的 后来的时候 有几笔大钱 他连告诉我都没告诉我 你刚才说有几笔大钱 他给了他之前的那个孩子是吧 那他动用的是你们两个人 后证的 对对 那不是想起 好几百万 共有财产 相当于好几百万 就得拿出去了 那个吧 我也能理解 后来的时候 他其实老给他打电话 还找别人打电话 有一次就两次要 让我听到了 然后我就跟他谈 我说你这样不行 谁敢你各方面都行 但你这样跟我老这么长心眼 我也挺伤心 他承认自己长心眼了吗 承认 他承认了 那你有没有问过他 你怎么对待咱俩的感情和婚姻呢 他说 你挣钱你的 我挣钱给我儿子 就这样说 我携手不了 我哪个是你挣钱 因为在投资的过方面 我那人比较能挣点钱 那我也万出头啊 我们家一动钱不少钱 一笔一笔好几百万 那我也在投资啊 为什么你要这样呢 其实我感觉一哈女嘉宾 好像这段婚姻 我觉得挺累心的 你自己找的老公还能干 还是一个老板 然后对方呢 又觉得他行 然后那一方还使劲往回拽 然后你这边还使劲付出 你也太累了 后来就是跟他谈了几次 他也意志力太不坚定了 我也不愿意找理议 因为我是上偶的 像你们不是理议 你们还能理解 但是比较上偶的太少了 对啊 是啊 所以说吧 我就怕了就是得跟他前妻 对啊 我就跟他怕前妻 跟他去搭啊 所以说我尽量说的 还是得找个上偶的 最标准的 你不要太怕 不是所有的男人 对 那是 我就说尽量 跟他前妻联系 我绝对接受不了 首先就是没有 赠出他的意见 就是做的就是不对 特别是给孩子钱 给孩子钱 我觉得就是说 量力而行为 是不是 假如说的 你没有那能力 特别是共同财产 你俩人在一起生活 都共同财产 一定得商量 那您会存在日后 给孩子钱的问题吗 我反正要说一点不给 那不现实 因为他现在在北京工作 以后要成家的话 我肯定得支持一个 您是主力吗 也算是主力的 大概能拿出去多少钱 你给自个儿个规划没 拿着就是在父亲买个房子 有个三十十万那样 假如说你要是有这个能力 自己真有那句支出 在你留自己生活 就像我们生活的 那个基础上 你拿也行 那你没有钱 然后你还硬拿 你觉得 对 很大对 那会不会动用 你这个卡里的钱 工资卡里的钱 不动 就是说你们如果在一块了 两个卡合到一块 这笔钱 它是不会轻易拿出来 给自己家孩子的 这能接受吗 李嘉宾 可以 自己有存款 其实我觉得刚才姐姐提 那个前提是对的 如果你有能力的话 你可以去帮助孩子 因为作为父母来讲 那孩子有什么困难的话 那父母肯定是首当其冲的 这没得说 但是这里面呢 一定要注意一点是什么 姐姐 就是如果她动用的是 她在你们结婚之前的 那一部分的话 那这一部分 她是完全有自己 自主支配的这个权利的 是不是 其实无论一或还是二或 大家都想找一个优秀的人 而优秀的人就存在 不止你抢 还有别人往回抢 是吧 来吧 咱俩问问密室 你嘉宾 如果真的你找了另一半 前妻也好 前夫也好 没事老找她 你怎么去处理 是属于你回去吧 我不要你了 还是用什么巧妙的智慧 巧妙的方法 给她往你这拉 来看看密室 你嘉宾有啥好招吗 我要是二婚找老公 她要老跟她前妻 没事包电话走的话 我只能我得找她谈一谈 先问问她 是怎么想的 有什么想法 你直言了当地跟我说 我不想跟她复合 她老找我 一会儿说孩子拔牙了 一会儿说孩子上学了 一会儿慌 还好不容易回来吃个饭 那绝对不允许 干啥呀 一天没事闲的 那就回去过去呗 咱俩还过啥呀 那你会说 那就回去过去吧 去吧 告诉你 精神出去你别回来 我指定告诉她 就这话啥呗 对呀 就问她 你是想咋的 你是想跟她过 想跟我过 想跟我过 那边给我断干净利水的 你要想跟她过 咱俩断干净利水的 就完事 你让老公 给她前妻拉黑 不用拉黑呀 告诉她有事的话 让孩子联系她 你不用她嘛 你不用老来电话 这招行 就是你就不允许 单独接你前妻电话 用我发现她不正常 对 也不用给她拉黑 有事的话 让孩子跟我说 再有啥事的话 你解决不了 让孩子给我打电话 让她跟我说 好 这是你啊 柔中带刚啊 有点 谢谢我们司姐 人家这个词说得对 确实是那个词 但是像刚才那个女士说的 就是有啥词呢 还是通过孩子联系比较好 你说这她联系 咱也不能不接电话 你不知道啥事 你说是不是 但是实际来说 还应该通过孩子联系 如果你的妻子 很建议跟你前妻联系 你会跟她说吗 你别跟我联系了 我喜而不愿意 咱俩联系 那肯定得说 你会给她支张 说以后让孩子给我打电话 对 我跟谁生活在一起 那就得对谁好 是不是 以前的事情就过去了 对吧 因为你的态度决定了 那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 因为虽然她们可能 不一定要见面 但是你如果态度 非常鲜明的话 那也就免得 让对方有什么遐想 让你的身边这个人 有什么乱想 是吧 对 其实我觉得刚才 咱们一号姐姐 包括咱们密室里的姐姐 刚才谈 如果你要是真的 想去谈这件事情 是不是有什么缠绵 有什么瓜葛的话 你谈的一定是 身边的这个人 是 如果你找她的前妻 去谈的话 越谈越乱 因为你只有解决 你身边这个人的问题 她的态度 她的所作所为的话 你这一切才能 令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要找对人 我看一号是哪个一号 一号是哪个一号 是般配的 今天留情二位 来到我身边 来邀请 接下来 我们的女嘉宾 先稍作休息 咱们一会儿见好不好 好 先来一会儿见 咋样呢 感觉挺好 你说她开六七千 你说讲老爸 再给老爸花点 她在养三年的孩子 养了 是这样的 她说这个意思 你说她这么多六千 假如我公主缘 也就在一起 反正有什么事呢 就是不公共商量 是这样 好的 接下来 男嘉宾 你还有一次机会选择 一位女嘉宾 你会选择几号女嘉宾 好 那么最终男嘉宾会选择几号女嘉宾呢 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爱你选择 我在这里等你 女嘉宾靓丽出场 身材惹人羡慕 相当小女嘉宾 咱们二号女嘉宾 穿的这个旗袍 特别有一种 大家闺袖的感觉 女嘉宾讲述 单身多年的心酸过往 引起密室 嘉宾不满 女嘉宾 您觉得是你账户出轨 更多地伤害到你 还是她没有责任性 更多地伤害到你 出轨 出轨 对 也就是说 如果你账户挣一千两千 你也完全可以跟她 继续跪下去 对啊 这女嘉宾就是惯在她前复 要一次我找受她了 有的时候 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 我就可能就会翻小肠 我就会提 我觉得应该是 一个巴掌拍不响 她丈夫老也不回家 怎么说冷战 还是说这也有缘 都有原因 不要走开 爱的选择 稍候更精彩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 不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 看镜待镜 看远要摘镜 走路不能带 外出还得随身 如果带错度数 还会头晕眼花 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原来我眼睛是近视 有散光 过去因为还带着个近视散光镜 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就感觉到自己的眼睛不如以前了 尤其是看书看报的时候 这个字就觉着不太清楚 这样就先配了一些普通的花镜 你说这几个镜子了 要是出趟门 最起码就带上仨 拿仨镜子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姚叔叔走进了超视力新型花镜定制中心 在这里 姚叔叔享受到了超视力新型花镜定制中心提供的26项试光检查 超视力新型花镜采用渐电胶核心技术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量身定制 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 远视散光各种视力问题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带 还可以定制防蓝光 变色 防眩光等功能 无论室内办公还是户外活动 远近都能看 视物不变形 视觉更清晰 他因为配得需要一段时间嘛 先就带着别的镜子 就盼这个镜子 后来通知说这镜子到了 赶紧去电视镜 我们当戴上以后觉得特别舒适 也没有说看哪晕啊什么 这感觉没有 去了戴上看看没啥事 戴上就回来了 一直戴上 我是从19年配上这镜子以后 基本上就不理眼了就得说 不说不理神不理眼 早晨起床戴上镜子 现在比如我们要出门的时候 就这一个镜子 它又防紫外线 也防蓝光 看书啊 看这手机啊 看电视啊 都要带着镜子 另外呢 我们感觉到呢 这个超视力 店长啊 机师啊 都非常的热情 你到店了以后呢 除了熏蒸 眼贴 还有这个正规按摩这些个 都很适合这个钟老爷 大家都觉得到那儿呢 就像到了一个家一样 感觉到很温馨 自从定制了超视力 定制新型花镜 看书 点餐 逛街 开车 只需一复就够了 眼睛舒服 头也不晕 款式新颖 还美观 我喜欢 定制新型花镜 我信赖超视力 超视力新型花镜 近视老花 看愿看尽 只需一复 配金专写 四叮叮 腰叮 六腑六腑 四叮叮 腰叮 六腑六腑 爱选择等你来选择 男嘉宾你还有一次机会选择 一位女嘉宾你会选择几号女嘉宾 选择二号 二号女嘉宾 接下来掌声有请 大家好 我叫张力 我来自沈阳 我是二号女嘉宾 很高兴认识大家 咱们二号女嘉宾 穿的这个旗袍 特别有一种 大家闺秀的感觉 你刚才从那下来的时候 我脑海当中恍惚 感觉是从一个 亭台楼阁的里面 古代的画里面走下来的 特别美 我现在蛮小的 女人爱打扮能接受吗 能接受 打扮越漂亮越好 那问你个常识 你知道一件旗袍 大概多少钱吗 那不知道 你猜 猜可能也有五千块钱 可能材料也不一样 你怎么磕巴了呢 紧张什么呢 可能材料不一样 那么它的价格也不一样 我真没有太贵的 几百块钱 几百块钱 可以了 接下来咱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二号女嘉宾 21260号女嘉宾张丽 五十岁 沈阳人 李懿 财务在职 女儿已工作 有住房 冲动的爱情好似唐一 果葫芦吞下 只为享受煞大间甜蜜的错觉 却不想 尝尽了苦涩 也忽视了爱情原本的意义 所有认识张大姐的人 对她的评价就是俩词 实在肯干 我认为女人就应该自立自强 我现在最大的爱好就是赚钱 我要努力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别看她每个月收入不少 可张大姐时不时地还做些兼职 补贴家用 这些年她因为忙着赚钱 也没有什么爱好 最大的爱好就是唱唱歌 我最大的爱好是唱歌 我平时喜欢旅游 喜欢乐器 也喜欢出去游山王水 问起赚钱的原因 她说将来如果牵手辣 她想和爱人一起出去旅旅游 让赵美河山间见证俩人的爱情 我以前不会做饭 家务也不太擅长 我现在从半年前开始学习做饭 现在也有几个拿手小菜了 张大姐说 自己挺喜欢看爱的选择这个节目 觉得这个节目是中老年群体的伴侣 她坚信在爱的选择 她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另一半 她理想中的另一半不需要多富有 只要拥有一颗真诚在她的心就足够了 你是我的那个她吗 爱的选择 我来了 我们女嘉宾是做财务工作的 就主抓财务 所以这块钱这块 我跟你讲 她绝对不是乱花钱的人 人家还能挣 而且不乱花 就是既是露钱的牌 也是存钱的侠 对 等这样会花才好 接下来给你一次打分数吧 男嘉宾首先给女嘉宾打个分数 99 女嘉宾给男嘉宾打个分数 96吧 哪儿降了几分呢 她不是沈阳的 父亲我那儿也没有什么亲人的 父母都不在了 那你有在沈阳买房的打算吗 没有 没有 我只能说在沈阳租个房 好 那具体的事咱们后边就商量 行不行 来 接下来有请二位 咱们坐下来慢慢聊 他是不是小啊 但是他跟他俩都不搭 他跟那个搭 李懿啊 我是李懿 哦 那个多长时间呢 十年 哦 孩子有多大呢 孩子24 那个在读书呢 嗯 已经毕业上班 他是央企 他现在无限一斤都有 他现在已经独立了 哦 嗯 然后对象也有了 就是现在还反正还是没结婚呢 但是我姑娘她自己嫁妆自己 也斩差不多 我也都给她准备完了 我这个孩子我不会拖累 我不会拖累男的吧 那不是拖累 因为有条件 肯定要多得支持孩子 好 接下来咱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李懿懿的感情经历 谁都渴望拥有一份相守一生 永远不变的爱情 但是当生活的潮水涌来 你发现曾经的爱情变了样 你会如何面对呢 我曾经有一段很幸福的爱情 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 也很相爱 刚和丈夫认识那会儿 张力被她深深地吸引了 丈夫对她很好 两人交往没几个月就结婚了 婚后我们过了一段幸福的生活 孩子的出生 更是给这个家带来了欢乐 在她的眼中 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 有个爱自己的丈夫 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她一度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的女人 可俗话说日久见人心 张大姐终究还是错付了 她没有什么责任心 有一段时期没有出去工作 家里边的大事小情 都是我一个人来承担 张大姐不止一次和丈夫沟通 希望她能够尽到丈夫的责任 有一段时间 她天天去公园里打扑克 当时才三十多岁 多仇人 即便是这样 张大姐也没有选择和她离婚 希望她有一天能够突然醒悟 可张大姐再一次错了 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 虽然收入不高 但是也能满足她自己的开销 没想到就因为这个工作 她后来就变心了 这样张大姐忍无可忍 终于下定决心和丈夫离婚 如今经过岁月的沉淀 赵大姐决定重新寻找自己的幸福 今天来到爱的选择 还有什么开销都是我来承担 她工作完之后 她最起码她自己的保险 还有她自己的个人开销 她可以承担了 那她为什么敢不出去挣钱 我就想知道 就是有很多男人是焦虑的 如果我不挣钱 我就加个怎么办 家里边就是吃饭什么 那是她妈承担 然后孩子的一切的费用 包括花钱这方面是我承担 所以说她就是随于而安了 就你能接受男人这样 你不指着你出去挣多少钱了 我跟她也说过 但是她找不着 那也就那么地儿了 因为我跟她是初恋 毕竟是我自己选择的 我觉得她也不能种这样 就是一个阶段呗 因为她之前还是挣钱的 后来一个阶段不挣钱的 有什么找不着的 挣不了多还能不能挣少 就像我说的 你挣不了两千给我挣八百 半年里给我出去给我干去 你不能跟家给我拔的 你的脑子里使用有一个想法 说她以后能好 能起 但是她就是这样的人 不是积极向上的人 就是你看到的都是她缺点 那么她是身上哪一点 吸引到外边出伪的那样呢 她不是到派所那种 协企那种工作吗 她会经常地去什么 按摩房啊 洗头房啊那种 她后认识的这个人 就是在那上班的 我发现了之后 我也跟她闹着要离婚 但是没离成 然后她就把她的银行卡 放到我手了 没有钱了 就肯定就不能这样了 然后后来我又发现了一次 然后她又把她的工资卡 交给我了 然后我等我第三次 就是在家里边跟人家打电话 我俩就因为这事吵起来了 然后之后我就决定 就决心跟她离了 她这回也同意了 之前两次她都跑了 就我们俩去的路上 她就跑了 我真挺信任这女家的 花儿她的钱还出轨 因为跟老太太住一块 有的时候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 我就可能就会翻小肠 我就会提 那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肯定要提 因为你家里边 你家里边你钱你也不交 什么都不交 然后你还一天 她总回家什么都不干 这女嘉宾就是灌着她钱 要一次我早收她了 还早就给她撵跑了 还跟她联系啥呀 那你怎么翻小肠了 我翻小肠是因为她犯错误了 我就会把以前的事提一提 你看就比如说她在家 她都不背着我 她在家就跟人打电话 烙一小时 然后我就问我 我说你给谁打电话呀 然后她就说用你管呢 然后这不就吵起来了吗 反正次次都是因为 她跟你那联系 你才扒几小肠是吧 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 我不会说平白无故地去找茬 我不是那种人 我要那种人的话 我也不会忍这么多年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她丈夫老也不回家 比如说冷战 还是说的也有原因 都有原因 我肯定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得挣钱呢 我得养孩子 我每天下班回家都得七点多 然后呢吃完饭之后 还得扶导孩子写作业什么的 整完孩子也都九十点钟 我可能对她的关心 可能也是少 她挺贵个人的 不是这一边 她挺智慧的 她挺一个人 她挺有个性的 我跟她很少久走 除非是我俩吵架的时候 吵架的时候 我也是跟她自己在那哭 她也不哄我呀 她要哄我我不就好了吗 她也不哄啊 我觉得如果要是真的 在吵架的过程当中 不翻小肠 就说这一件事的话 明明白白把这件事情解决清楚 我觉得这件事很快就能过去 但是如果把这件事情 拽起萝卜 带起泥的话 往往让对方心里面会很烦躁 所以呢就是这样的话 会给对方造成一定的压力 男嘉宾真的哈 因为你以为是有过两次婚姻的人 可能再次婚姻过程当中 特别怕说以前的事是吧 肯定是说以前的事不高兴 如果他心灵气和跟你闹呢 你现在怎么回事啊 那工作卡扫几分钱 是不是要上回似的啊 对你上一个前期是 特别要拿走钱了 能受了吗 那能受了 你把事说清楚 拿钱干嘛去呢 你跟我闹行 对不对 你不能无缘无故拿去找茬 对 来看密室女嘉宾 有没有爱拔小茬呢 我最讨厌拔小茬的人 那忘不了啊 忘不了 那也是夫妻之间老婷 这个会伤感情的 但是不能总纠缠这事 你要是总说的情况下 他就破万破算了 我就这样了 你要想跟他生活在一起 就得就用方法吧 但是我觉得有些小茬 你就不能拔 明明是人家伤疤 你就没事别老胡会瞅一瞅 是不是啊 是 我就属于那个爱拔小茬的样子 你能拔到多少年前 那个我能记一辈子 天哪 因为他伤害到我了 你知道我给我心灵造成了创伤 所以说那我就得记他一辈子 其实我刚才没表达好 其实我也不是半小茬 我就觉得很委屈 我就在那堵能堵呢 我就说你看我图啥 我这一辈子跟你 对吧 本来咱家人都不同意 然后就被你给 从头说了 对吧 完了之后 你都从你家不同意开始落了 没有 完之后我就说了 我说你看我孩子也我管 你家也不往家拿钱 你还在外边这样神的 第二步抱怨 就是有一种啊 有一种生气能接受 有一种抱怨 对方更接受不了 然后他不知声啊 他不知声 然后我就自己越想 我就越委屈了 我就睡觉了 睡觉如果他要是哄你 那我就不省气 第二天不就好了吗 你这个男人都有回应啊 你说了一半天 然后你还不哄 然后你这个事情总有点打击 你也没在乎 二号女嘉宾的感受啊 其实通过这个事情 对啊 他不说我 其实通过这个事情说实话 也给很多我们男嘉宾 包括在场的这位叔叔 有一些借鉴 其实女人啊 要的是啥 我能跟你过日子 这十年你还能花我钱 我还能给家里立得起来 我跟你不离不弃 这个女人 你还不知道她人品啥样 她心里有你 因为她一丝力 也应该找一个 为她折腾方式的人 第二点有请 二位来到我身边 来邀请 其实说了这么多啊 就是因为女嘉宾 曾经经经过一段 不幸的婚姻 所以就让我们感觉 你太爱捞的了 其实生活当中 还是需要更多的正能量 这回咱擦量养精 找一个好人 要咱天天没有任何抱怨 就是开开心心说情话 行不行 行 好 来 接下来 请女嘉宾稍微休息 咱们一会儿见 男嘉宾啊 这第二场明显话少了 为啥呢 她那个厨房 她挺气愤的 就来打茬了是吧 你发现说多都是错 咱就别吱声了 要不然把小茬了 是这意思吗 你挺聪明啊 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爱的考验 掌声我请两位女嘉宾 再次登场 接下来进入我们爱的考验 请看大屏幕 现在屏幕上出现六道题 在我念的过程当中 请选择一道题来问对方 一 再找另一半 就看中对方哪一点 二 建议异地恋嘛 三 再婚之后 两个人的收入 会放在一起花嘛 四 我不想搭伙过日子 你同意吗 五 最不能够忍受 另一半什么缺点 六 你认为再婚之后 最多花多少钱 需要跟对方商量 首先尤其我们的女嘉宾 一号 来 一号女嘉宾选择一道题 六号 六 请男嘉宾回答 你认为再婚之后 要花多少钱 需要和对方商量 五千以上的 好 你可以按四千就有花 来 二号女嘉宾选择一道题 选择五 你最不能忍受 另一半什么缺点 出位 男嘉宾选择一道题 问对方 再婚后两人收入 会放在一起花吗 可以 二号女嘉宾 我也是可以 好 来 有请三位来到身边 我跟你讲 二号女嘉宾 现在都有点心理负担了 是不是 你唠叨吗 我不唠叨 我不唠叨 我不拔小肠是不是 对 我就被定性了呢 你怎么定性呢 谁知道呢 我们不论老的 身体非常健谈 其实 两个人在一块 我觉得都是一个 文静的性格的话 屋里一声没有也不行 对 我见他 因为以前当我老师 你看 所以说二号女嘉宾 不用担心 有人就喜欢你 你这咔咔咔 没事就落地性格 对不对 对 花儿这位男嘉宾的手上 接下来进入我们 爱的选择 心动时刻 有请三位 贝贝贝 这好 好 在我倒数三无数之后 做出你们最终的选择 三 好了 男嘉宾 允许你对女嘉宾的颜值 进行一下评论 那个九十九分 九十九分 我还没让你打分 你不得形容一下 长得是碧月羞花 沉鱼落雁 是不 长得对 用气质 挺肯定的 气质非常的好 有一致的气场 二 男嘉宾您和前妻有联系吗 有联系 你们会有单独吃饭的机会吗 就是我姑娘比较走的 袁小姐那天 把我们中午再一起吃吃吃饭 有点接受不了 傻人吃饭也不行啊 就是有孩子嘛 他就从那个中间 有那个牵扯 男嘉宾首先给女嘉宾打个分数 九十九 女嘉宾给男嘉宾打个分数 九十六吧 哪降了几分呢 他不是谁呢 父亲我那儿也没有什么亲人的 父母都不在 那你有在沈阳买房的打算吗 没有 没有 我只能说在沈阳出个房 一 请选择 两位女嘉宾 男嘉宾最终会做何选择 不能 牵不了手 两孩子 还是两个 两个 两个媳妇的 请选择 不要走开 广告很短 稍后为您揭晓 好鞋经得起考验 足一输健步鞋 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 防滑抓地技术制造 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 同时放在撒满水的玻璃上 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 看 皮鞋一下子就滑下去了 布鞋也一滑到底 再来看我们高档件布鞋 在玻璃上文文当当 防滑效果看得见 高档件布鞋有多轻 看还不到两个基杆中 再来看舒适度 鞋面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 随意扭曲 随意遮叠 不变形 不断变 随脚自动适应 不勒脚 不割脚 不磨脚 不勒脚 看 将干冰放到鞋子里 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 天气再热也不怕五脚 焖脚 高档件布鞋 透气 看得见 正终承诺高档件布鞋 质量为您把关 穿上件布鞋 仰脚更护脚 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理 就由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 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 不好穿 不喜欢 或者不像电视体说的那么好 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 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 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 直接换新鞋 现在打电话申理 不用有任何顾虑 电视先前的叔叔阿姨请入议 好消息 好消息 从一双高档件布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 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件布鞋 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 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 对 您没有听错 99元四双 比普通布鞋更实惠 比定制鞋子更洋巧 还有惊喜 还有惊喜 现在立刻拨打电话 更有神秘大力带给您 活动银河仅限60名 先到先得 高档件布鞋 安全好鞋 更省关节 马上拨打电话 申理吧 我倒数三个数之后 做出你们最终的选择 3 2 1 请选择 不能 牵不了手 两个孩子 孩子两个媳妇的 太闹了 好 有请三位来到我身边 来 对你跟一号聊的不是很好 对 我觉得不太适合 你觉得哪方面不太适合你 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家孩子 现在就是说 他的婚事 他没有写实 以后花钱上 信息怕闹衣服 好 李嘉宾你没有转身的原因是 也是因为他有两个孩子 都没有结婚 以后会发生好多事情 怕是这个 其实不是怕花钱 是怕在花钱过程当中 有矛盾 出矛盾 对 是不是 所以如果你想再找的话 就想找一个孩子 已经撑家了的 对 好 2号女嘉宾没有转身的原因 我也是觉得不适合 就是 没找到感觉 对方体验大了9岁 你能接受吗 年龄上 年龄上可以 年龄上可以的 电视机械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您的条件 适合我们台上的 几位男女嘉宾的话 您可以和我们联系 好的 非常感谢你们的参与 虽然没有牵手成功 依然希望你们的缘分 能够早日到来好不好 非常感谢你的参与 再见 我想找的另一半 就是能够懂得我的 理解我的 而且能够跟我一起 同安共苦的 我想找一个宠着我 爱着我 疼我 一心一意 对我好的男士为伴 我是来自沈阳的张丽 我想找一位